- 搖晃的程度大概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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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覺得蠻大的啊 - 呵呵 - 就...怎麼講 - 你就拿我手機一直想警報我 - 蛮尷尬 - 有沒有覺得說會怕說 - 地震越來越大這樣子? - 哇是一定會的啊 - 會覺得怎麼樣? - 尤其他一次也想好幾次了 - 一定會想說到底是只有一個還是很好心? - 這怎麼樣?很大嗎? - 很大 - 這樣齁? - 很大 - 對 - 至於昨天晚上為什麼會有 - 那麼多的一個 - 細胞廣播的一個簡訊預局 - 那主要是由於 - 因為這個地震是在外海 - 比較深的一個地震 - 那我們在系統在自動定位方面 - 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 會造成了一個很多的更新的現象 - 因為隨著資料進來 - 它就會做一些重複更新的動作 - 然後在更新的過程中 - 就會造成一個重複發送的現象 - 所以造成... - 而且做到很多次的一個PWS的工作現象 - 那對於這部分目前 - 我們氣象局已經做了一些更新改正的一些措施 - 保證... 希望保證未來不要發生這種 - 再重複發生的現象 - 以免造成民眾的困擾 - 台灣東部海域7號凌晨1點36分 - 發生規模6點1中型有感地震 - 持續搖晃超過30秒之久 - 最大震度4級分別出現在宜蘭無塔及苗栗市 - 不過許多人睡夢中驚醒 - 不是因為被地震搖醒 - 而是因為警報聲狂響 - 還有人一次收到連續15發的細胞簡訊 - 關也關不掉 - 昨天凌晨1點36分 - 在宜蘭的東部外海發生規模6點1的地震 - 這個地震是今年第一個規模6以上的地震 - 那深度還蠻深的112公里 - 那各地最大的震度在宜蘭的五塔有市值 - 那苗栗地區也有市值 - 苗栗地區有市值 - 因為它這個場子效應的影響 - 造成一個市值的一個震度 - 那主要的話 - 從台南到北部的話 - 大概說有1到4級的一個不停的一個震度的變化 - 那這個地震主要的原因 - 是由於百塊運動造成一個隱墨帶行的一個地震 - 通常這種地震的話 - 它的余震不會太多 - 次數不會太多 - 但是未來3天 - 我們也有可能會稱這道 - 一個規模4左右的一面釋放 - 民眾還是要多加注意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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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麼那種 你有這麼多字 你會怎麼回答一下 沒有 我不知道會那麼多次 只是說他都會記 會記 都會說 你如果沒那麼少他會一直說 好 像是剛剛有提到 像是收到了許多地震的 這個國家級警報 所以就有網友一開始 就開始陸陸續在網路上留言 說他們都被吵醒了 怎麼警報一直響個不停關都關不掉呢 甚至還有來到 有網友也很誇張 他又統計自己到底周遭的友人 收到了幾個國家級警報的訊息 像這位可以看到說 他收到了有13則 20則 還有人14則 其實可以發現 每個人收到的訊息的數量 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主要是因為他的定位系統 偵測到地震之後 系統判讀就會達到 這個預報的門檻的話 就會發送這個國家級的警報系統 而且經過他們的地震定位之後 會不斷的發送更新 簡單來講 像這樣子漏漏的 比較有一些專業術語的用字 觀眾朋友們可能比較是 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的理解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這個地震是在外海的深度 外海的深度的地震也比較深一點點 像是今天凌晨這個地震呢 其實好像有一點點巧合 像是今天凌晨的時候 1點36分發生這個規模6.1的地震 但是啊 在分別呢 在5年前還有大概4年前左右呢 又發生說前一天就有這個大地震 也就是說2016年這個2月6號的高雄美濃大地震 它呢是在台南的新化地區最大的震度有達到7級 而且呢 它是總共規模是6.6的地震喔 而且導致這個圍貫大樓倒塌 目前呢 他們這個圍貫大樓有114戶的這個受災戶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說 這個高雄美濃大地震 其實我是非常的有印象 因為其實呢 在這個地震發生的前一天的凌晨 就是我剛好直完一晚 但想說 終於要放年假很開心 就趕快回家 就是可能也沒有太早睡覺 結果我在那邊東拖拖西拉拉的時候 凌晨3點多的時候 就真的天遙地動 我們就想說奇怪怎麼那麼的晃呢 但是又很猶豫說 這個是不是真的要下去支援 因為畢竟感覺是還蠻嚴重 因為陸陸續續有一些災情的傳出來 所以其實當下我們就馬上又趕快 殺去台南當地來採訪喔 那其實好巧不巧 隔了這個2016年的高雄美濃大地震之後呢 2018年又發生了這個花蓮地震 它的規模是達到了6.0 而且花蓮的最大震度也是達到了7級 甚至呢 是導致了兩間飯店 還有兩棟大樓 還有一些路面都有毀損坍塌的狀況 而且呢 雲門翠堤大樓 甚至是等等的8秒鐘就開始倒塌囉 所以其實啊 像這個部分時間點 好像有一點點的接近啦 但是呢 其實地震中心是表示 這個只是時間上的碰巧